請林麗閣跟我們講一講 他有怎麼看這個策略頭條 他自己又會有什麼看法和做法呢 大家好 其實我之前也有嘗試過去想 做一個PowerPoint或者一些資料去跟大家做這個分享 但是後來我都想回就是嘗試了很多次 但最後都是一些很短的PowerPoint 就是分享一些新聞 那我就乾脆不如不會做 因為我自己其實今天這個題目是我看策略頭條 其實都是一個個人少少的分享 還有我覺得剛才戴教授說的有一個位置 其實是我覺得說得很對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接觸身邊不同的人 拿到的那些資訊其實都是很不同 那譬如我自己在網上去看一件事 然後第二天有什麼群眾的反應 譬如昨天罵得很大的 就是到底在醫院會改革裏面 異讀有議員投票或爭成這樣 然後就被人罵得很厲害 然後他就很常常再分享一些的解釋 在網上到底又問他接受 還有那些人在他投票之後那一刻的反應 和我在現實世界裏面接觸的人 對那件事的反應其實都有很大的分別 所以我自己可能會去做一些分享的時候 我都會涉入了一些就是 我相信在座的這麼多位 正如大家首先所說 都可能是屬於B那類 就是都會傾向採用一個策略性投票 在9月投票的朋友 可能就會聽起來覺得怪怪的 或者覺得不是講中你心裡面的那個想法 但是就著策略投票這個議題 可能會有其他的一些人不會這樣說的 那對我而言其實 就是策略投票這件事 沒有一個很大的抗拒的原因 那我自己去看這件事有幾個原則 因為基本上反對的一些人士 他們提出來的原則都是這幾個的 就是他們會覺得可能在某程度上 是強迫了一些投票的選民 他們去選一些他們不想要的人 那但是在過程裡面 我自己想了很多不同的情況 其實都沒有出現到這個結果的 因為基本上你可以選擇你的second choice 你也可以選擇你能夠接納到更闊的一個 一個range的候選人 你自己是接受到你才會進去投票的 那整個過程裡面 其實這個策略投票或者整個流動的話 提供給你只是多了一套的資訊 去配合你自己投票的意向 如果你是接受到投第二個 成數比較高的候選人的話 到底那個人是誰呢 其實整個總之是告訴你這個訊息 所以在過程裡面 我不覺得存在著一個 所謂強迫了選民去投一些不想投的票 所以我覺得這個質疑其實是相對的 是比較容易去解釋得到的 那固然有一些人可能覺得 如果出現了這個策略投票的話 就比較上會影響了他們的利益 那所以他們就會質疑 就是說你會不會推了一些人 令他們原本贏到變輸 那這個可能就是基於他們自己 即基本本不會夠一些傳統政黨那麼多 那我們會想像到的就是可能是一些 就是我會用新進來形容少少的 可能一些本土派的候選人 其實他們可能相對來 就會是比較多時候的人 當作第二選人 那所以其實在這個概念下 我自己覺得現在這個階段 其實策略投票有可能是幫到他們 也有可能是傷害到他們的利益 而我自己的判斷就是 可能幫到他們的機會更加大 因為在在座那麼多位的心裏 第一個名單的應該都會是 比較傳統泛民少少的政黨的名單 那個可能性會大一點 但是大家都在座可能有人接受到 是一些比較本土派少少的候選人 會是你的second choice 可能在他們的角度裡面 就是他們要吸納更加多 原本是屬於 泛民陣營的選民去願意投他們一票 所以其實出現了這個策略投票的時候 對他們的影響可能未必真是負面 反而會有少少的正面影響的 所以去到有一個位置 其實我都會質疑就是 可能在雨傘之後 其實出現了有少少因人負然的情況 在這個策略投票裡面 其實我都會看到有一些這樣的跡象 而第二個我會想分享的位置就是 就是剛才大家所分享完 我明白多了一個位置就是 其實我們需要的策略選民 那個數目不是一定要很多 而是一個我們控制到的數目就已經足夠 那雷霆糾兵也都更加低少少的一個數目 但是有一部份就是 如果我們要決定到到底 就是那個資訊要present給大家看 哪一個是第二個 最有可能當選的名單或者候選人 大家如果要去策略投票的時候 應該要投給他 其實那個位置我們都需要 那些不會做策略選民的人 他們願意去告訴我們 他們會選擇哪一個 我反而覺得最大的難度 可能是在這個位置 因為如果是那些不相信 或者不認同本身雷動計劃的 那個理念的朋友 其實他們是未必願意去告訴你 我是願意投哪一個 那我們就會缺少了 那些第一類別的選民 他們的選領 就是那個意向的那個數據去做分析 那這個反而會是我自己比較擔心的一件事 因為在我接觸的人裡面 其實他們多數都是用我剛才說的第一個問題 去否定了第二步就是 為什麼我要告訴你我的投票意向呢 那這個位置是我自己個人來說 比較擔心的一件事 那還有 到底這個策略投票有沒有違反民主的原則呢 那剛才大約有說到就是他覺得 如果是一個民主的制度 就是完全民主的選舉制度底下呢 其實他都會有這方面的質疑的 就是他都覺得策略性投票其實是不應該存在的 那所以我們現在去做一次策略性投票 類似是破壞了現在這個機制 帶給建制的一些本身存在的理處的時候呢 那將來他們不夠膽再依賴這個投票的機制 我們就可以不再用策略投票了 而是我們已經由根本去改善了整個投票制度 那其實我自己對於 就是策略投票在 就算撇除了所有選舉制度上的弊柄 到底策略投票存在是不是真的影響了民主投票呢 對我來說其實我覺得 不是真的這麼關事的一件事 即使我是一個完全 就是 完全是說著 即是無比例的表現 假設 又或者是完全六成的人支持泛民 就真的拿到六成議席的一個這樣的設計底下 其實有策略性投票 這件事都可以達到一些結果的 例如可能是 我們不想有一些名單或者有一些候選人 他們可能要匯付了那個擔保金 即令到他的擔保金上有損失 所以我們會覺得 推了某一個人入議會之後 我就投票給第二個支持 或者第三個第四個支持的人 令到他可能不會輸得那麼慘 不會連幾萬票都沒有 所以要虧了那個擔保金 即這些的擔保也可能令到 我們在採用策略性投票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的 我也覺得是legitimate 即是合理的擔保 那在甚麼情況下 我覺得那些擔保會不合理呢 就是如果我去投那一票 我不會明確知道 我這一票發揮到的作用是甚麼 因為譬如有一些策略投票 是完全正在改動投票機制的 譬如有一些叫做負數投票的機制 就是我可以選擇贊成一個人入議會 或者反對一個人入議會 即這個是在台灣 即施明德現在嘗試去推的 一個叫做負數票的機制 就是如果我譬如 不想A這個候選人入去的 那我可以不是投票贊成B或者C入議會 而是我直接投票去反對A入議會 當然這個制度好像很 是一個很raw的一個idea 但是這個制度正正 即是在我的concept裏面 才會影響到民主原則 因為我如果是投票反對A這個候選人入去 但其實我是支持B的 可能會出現一個情況就是 譬如A這個候選人 可能拿贊成票是9萬票 B這個候選人拿的贊成票是5萬票的 然後C這個候選人拿到2萬票的贊成票 但是A和B就爭取得很緊 所以A的人就喜歡投反對票給B 然後B的支持是喜歡投反對票的A 那在這個情況下才會有可能出現就是 C其實不是一個大家喜歡的候選人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他最後 因為那個相差的票數最少 所以他最多 他就拿著2萬票就當選了 那我覺得這些選民真的去到投票那一下 其實是 不是按著他 即他投票的那一票 不是按著他意願發揮作用 才為之是損害民主原則 我看不到在現在眼前這個雷動計劃裡面 其實是存在任何這些問題的 所以我自己對於雷動計劃 或者一個策略投票的機制 其實我自己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感 或者等等 而數據上面有多可信 或者大家覺得這個數據有多… 那這個也是你個人的一個判斷 那所以在我的原則底下 其實我會相信策略投票是一樣 多值得去試的東西 那因為今天其實我都不是真的預備了很多東西 而我也都相信在這裡的朋友 其實都比較多沒有我剛才說的那些質疑 那些質疑是可能在大學裡面 或者在其他場合裡面 其他人會給我的一些問題 或者當被問到你會不會支持策略投票 那時候他們會給我的答案 但是來到這裡的 可能都… 對那些其實都不覺得是什麼質疑 那… 那… 雖然剛才我看到很多好像有一些朋友 可能未必認同的 但是都在這裡 那… 那可以大家問題的時候再… 對…再討論 很多謝梁惟閣 就是這樣…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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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